伊利哈姆 而且他的各项权利也都依法得到了充分的保障 曼德拉大家都知道 他是南非的民族的英雄 而伊利哈姆是被中国的司法机关依法判处的犯罪分子 而且他的犯罪是分裂国家罪 我想这个回答应该是非常的清楚了 对这个州要开幕 有些国家打着所谓民主人权的旗号 对这个案件说三道四指手画脚 提出了无理的要求 那么这个实质上 是对中国的内政和司法主权的粗暴和无理的干涉 我们对此表示强烈的不满 并且已经向有关的国家提出了严正的交涉 我们要求这些国家立即摒弃双重标准 停止干涉中国内政的错误做法 第二个第一条片是美国的国务院 对伊利哈姆外界的恨